萌蜜吉君,昨天,和朋友聊天,这丫头郁闷的说,最近天气越来越热,她本来是想给孩子喂水的,但是加拿大这边的医生都说,如果纯母乳的养,孩子出生六个月之内不要喝水,这样对吗?一天都不喝水,没事吧? 好吧,这种说法其实在国内也很普遍,比如之前曾经在一篇文章里看到这样一句话,每个月内,无论是母乳喂羊,还是吃配方奶粉,都是无需补充水和果汁的,而且这类说法通常会以这种理由作为依据,母乳中含有大量微量元素、维生素、蛋白质,尤其是水会占到80%以上,孩子喝水后就会减少吃奶油, 长此以往可能会出现营养不了,确实,这些理由存在一定的科学性,但并不是说,孩子六个月内就不能喂水,尤其是一下这几种情况,妈妈是需要及时给孩子喝水的,否则会影响孩子的身体健康,炎热的夏天,进入夏天,大多数地方都被高温所笼罩着,虽然六个月之内的孩子,活动量还不是很大, 但干燥炎热的环境之下,孩子体内的水分还是很容易被蒸发的,最明显的表现就是,妈妈会发现孩子的嘴唇比较干,经常会用舌头去切嘴巴,大小变次数减少,当妈妈发现,孩子大小变次数减少,尿液颜色发黄,大变比较干燥, 这时候,孩子的体内很可能是严重缺水了,妈妈要及时给孩子补充水分,发烧的生病的时候,如果孩子出现发烧,不惜的异常情况,是很容易严重湿水的,如果不赶紧为孩子喝水,就可能会导致脱水的现象, 不过,这里要提醒一下宝妈妈,尽量不要让孩子喝果汁,以免抑制孩子肠胃的消化和吸收,最好随时在家里准备一些温开水,这样不仅可以补充水分,而且能调节体内水和电解质的平衡,此外,可以在两顿奶直接温孩子喝水,不用太多,每次让孩子喝20毫升就可以, 以免影响孩子正常的饮食,如果孩子实在不喜欢喝白开水,妈妈可以试着在白开水里,加入清火宝,或者金银花露,不仅可以向孩子补充水分,而且还具有清热的功效,但这种方法存在的弊端,是孩子容易让成非甜水不喝的习惯,所以一定要注意控制量,孩子到底在哭什么,孩子拉肚子是消化不了, 如何看断孩子是否盖不盖了,孩子挑食不吃饭是什么原因,一岁真的必须断奶吗,宝宝怎样才能长高些,如果你有这些育儿困惑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